这一集会有一点点特别 因为跟我以前在做的视频是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有一位家长就问到 他现在要教他的小孩子这一题 可是没有办法帮到他的孩子 因为他不知道到底这题应该要怎么样做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题 所以我再把这一题把它拍成video 然后先给一些想要教小孩子的家长们 因为如果你想要教小孩子的话 想要带着他陪伴他一起学习的话 你可以来听听看怎么样教 或者是如果你有朋友有小孩也是遇到这题 你想要分享给他的话欢迎你们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这题 现在小孩子真的很可怜 因为他们现在要学的数学题是那么的困难 我们来看一下这题 这题平民广场建了一座正方形的纪念碑 纪念碑的四周有一个宽两米的水池 水池的总面积是80平方米 以平方米为单位计算纪念碑的面积 这一题单单在理解题目的部分都已经很困难了 更何况等一下我才告诉你 我们家长会遇到怎样 在教小孩子的时候会遇到怎样的问题 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理解的题目的部分 因为如果小孩子他的语言能力够好的话 其实他是理解的到这一题在讲什么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题正方形的纪念碑 所以是一个正方形的纪念碑 我们只知道他是正方形 我们不知道他的面积是多少 我们要找他的面积 那么外面有四周有一个水池 水池应该也会是正方形的 因为他都是宽两米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里是两米 然后这里我画的不美 你明白我意思就可以了 也是两米 他每一个这个正方形的水池 里面有个正方形的纪念碑 然后全部都是两米宽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思考到的整个整个情况 所以两米宽 两米宽 那么我们回来 大部分的大人在解这题的时候 都会想到的是怎么样用代数来解 就是我们常常用X 用位置数来解 事实上这个你要教小学的小孩子是比较困难 因为小孩子可能还没有学过代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 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常用代数来解这题 可是小孩却不会代数 我们要怎样用不是代数的方法来教他们 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到底平时是怎样做到的 如果我们是大人的话 我们通常会去设 这个纪念碑 纪念碑 纪念碑 的边长 为 X 然后米 所以我们的纪念碑 它的边长是一样长的 然后我们都把它设为是X米 所以这一个整个的水池 扣掉的纪念碑是80平方米 所以的话我们就按照这样子的模式 来写出这整条的方程式 我们就解那个位置数就可以了 所以 很简单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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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部分 这一个是你的X的长度 这边是X OK 所以你的这整个长度 这里 当然就会是X加2 再加2 所以是X加4 所以这是代数的方法 所以你这里也会是X加4 那么整个水池加上纪念碑的情况 其实它的面积是X加4的平方 因为边长乘边长 就是这整个正方形的面积 扣掉了你的纪念碑 纪念碑的边长是X 所以是X乘X也是X平方 那么X加4的完全平方 减到X平方一定会等于多少 80 明白那个意思吧 OK 所以我去跟它展开X平方加 8X加16 减到X平方就等于80 那么 8X加16 也就是等于 8X等于64 对吧 所以X就等于多少 8 那么你的这一个纪念碑 所以 纪念碑 的面积 当然就是 等于8的平方 也就是64 米 平方 平方米 所以我们通常是这样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一个是代数的方法 这是代数 你要教一个小孩子 小学生 这一个方式 他是几乎是看不懂的 他也不明白你在讲什么 甚至如果你现在要教他代数的话 可能需要花点时间给他了解 什么是代数了 你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 给他明白到底是什么 什么什么 怎么做 OK 他要完全了解是真的很困难 OK 那么 我们如何用完全是算数的方法 用逻辑思考的方法来解这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到底在讲什么 OK 如果你是用 你不是用代数的方法 你完全是用算数的方法 OK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 我把它做一个分割先 OK 算数的方法 OK 这一 这一题 是一个纪念碑 外面 是有一个2米宽的 水池 所以 同样的道理 这里 是2米 这里 也将会是2米 这里 也将会是2米 如果我有点啰嗦 你可以fast forward OK 也是2米 OK 那么 会比较困难的地方是 到底要怎样思考 怎样用算数的方法来思考 其实就是 如果这里是2米2米2米 我这里其实是能够 切出一个小正方形 同样 这里也是可以切出 一个小正方形 这里也是可以切出一个小正方形 以及这里可以切出一个小正方形 那么 这里事实上是2米 这里事实上是2米 所以你的小 你四个 四个小正方形 最近小小正方形 第一五米 至少 六米 小正方形 已经sel loq ego an 那么你这整个水池是80 这整个水池是80 所以你的水池的面积 水池的面积 水池的面积 水池面积 是等于80 80平方米 那么水池 所以我们剩下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我们拿水池的面积 长方形 四个我们讲四个 四个长方形 一二三四 四个长方形的面积 长方格的面积 事实上是等于 这个水池的面积 扣掉这个小的 小方格的面积 四个 四个正方格 小的正方格的面积 所以其实就是80 扣掉这16 80扣掉这16 其实就是64 有没有很熟悉这个号码 看到吗 64 64 所以80-16 64是什么来的 64是这个 这个和这个 总共是64 为什么我们要找这四个出来呢 因为这四个的长方形 我们知道它的边 它的其中一个边 就是宽 2米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64 那么一个长方形 一个长方形 面积 就会是64除以4 对吧 所以64除以4的话 其实就是16 所以这一边其实是16 所以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是16 那么长方形 的 的长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宽是2米 所以它的总面积是16 所以是16除以2 其实就是8 所以这一边其实是多长 8 因为8 2 才会是16 OK 既然这一个的长度是8 那么纪念碑 纪念碑是什么 所以你的纪念碑 纪念碑 我写在这里 因为没有味 纪念碑 就会是面积 就是8乘8 8乘以8 OK 也就是等于64 OK 米平方 OK 平方米 OK 所以 这题用算术的方法 就这样 所以现在的小孩子 真的很辛苦 因为 本来 本来我们利用代数的方法来做 是非常直接的 只要我想到怎么样的题目 题目是怎么样的逻辑 我写进去 然后解出来 就是你的答案 可是他需要经历这段 逻辑思考 从一步一步一步去慢慢去逻辑思考 而且他的想法需要这样子 如果你有更好的解法 更好的算术解法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看怎么解这题 所以我们来一起讨论讨论一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除了代数的方法 就是要教小学生 怎么做这题的话 你可以留言一下 我们来参考 因为我也很久没有教 小孩子 小学生 怎么解这题了 OK 那么 怎么解这种题目 那么 如果你有其他的题目 你想要 了解一下家长们 如果你有其他的题目 想要了解一下 到底怎么解 然后想要自己亲自 来教小孩怎么做 就是增加亲自关系 所以你也可以留言来问 或者是你可以 你可以找到我的Facebook 然后把题目 send给我 然后我也可以把它再做成video 然后再分享给各位家长们 所以我今天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整体是怎样的 OK OK 所以其实是这样子 这是代数的部分 这是算数的部分 算数的部分 OK 这是算数的部分 OK 要怎么样 代数 我们通常大人会用的是代数 然后 要怎么样教小孩子算数 的解法